另外一位 如果我问大家什么是豪宅 大家一定会这样回答我 房子大便是豪宅 房子贵便是豪宅 如果在温哥华更简单 超过300万便叫豪宅 为什么 因为要给豪宅负税 但对于我来说 一套真正的豪宅的定义 必须要符合以下的条件 要有成熟的社区 绝佳的地段 优良的效望 最重要就是考夺天宫的造工 和精心挑选过的布局和设计 大家来 我今天带大家看看 真正的温哥华豪宅生活是怎样 对于一家豪宅来说 实用性是最重要的 要带给屋主丝密度高 同时要带给他们方便和享受 如果一个豪宅 有一个私人定制的篮球场 那最好不过 一间这么漂亮的豪宅 怎么会只有一个私人篮球场 这么简单呢 还有私人的电影院 KTV房 酒吧 恒温的酒窖 灼球室 瑜伽房 健身房 还有桑拿 所以你建一个床 好像有一个高级会所 足不出户 也有VIP的待遇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东西在做不到的 如果我告诉你 Basement是高级会所的话 主层我觉得它是一个华丽 气派的大礼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主层采用纯白色的设计 如果我不说你们不知道 纯白色很欺人用的 为什么会很欺人用呢 因为白色很容易将缺点显露出来 同时如果你没有一个很细节去衬托它的话 还会显得没有品味 其实一间屋 建来卖 和一间屋建来住 是可以很大分别的 因为如果你建来住的屋 你会用心选材 好像这里一样 屋主采用全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做地面 不但一入门口这个圆关位 还带着这个拼花 很多人看屋 第一时间一入屋就要看看厨房 厨房很重要 因为厨房是营充在家人的地方 同时你也看到这间屋 采用的损料档次高不高 厨房采用德国最高级电器MILA 如果我不说你们可能不知道 MILA有很多档次 而他们现在用这个是MILA最高级别 大家看看这个冰箱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大冰箱 没什么特别 全部都是一个无缝的设计 这些都是心机和心思 像我这样 我很喜欢吃中餐 煎炒煮炸 养养齐 那怎么办 不怕 这里还有一个中厨 我带着看看 看起来 刚才我说过了 一间屋 起来住和起来买的分别很大 但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细节的地方可以看到 我身后面这条旋转楼梯 就是其中之一 旋转楼梯其实很欺人做 而且一般来说都不会做 除了成本高之外 手工是要好好才可以做得到 因为很容易将它们的瑕疵暴露出来 沿着旋转楼梯上去 一共有四个房 而四个都是套房 其中的三个房 还带阳台的 温哥华西区一直被受追捧的主要原因 因为这里社区成熟 社区环境和配套 也是非常齐全的 1125西42街绝对是地王之王 它处于极尽气派 而且地灵人结的South Granville 区 这里地大 屋大 而且往中大静 去哪里都很方便 听我介绍了这么多 这个豪宅的特点和特色 大家是不是很想亲身来感受一下呢 记得打给我 我是哪个 我们的金牌地产经纪Aaron Chang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